雖然我們警方沒有足夠證據 證明了今天案子和程先生有關 但也不能放人 什麼意思? 因為我們懷疑 程先生和他太太蔣天穎的死有關 所以要他在這裡協助調查 放心, Sir 既然和太太死有關的話 我們會盡力協助你調查 因為我也想知道誰殺我太太 好, 那我們警方將會和你 盡力DNA的發言不行 你們沒權這樣做 你不用怕, 現在不是幫你拿DNA 但根據法律, 我們警方有權 向任何人提出DNA的資料來做化驗 我沒問題 這塊是法證部的劍叔 他會幫你拿DNA 很簡單 什麼? 只要我用沾棉花板在口腔裡 下一個就行了, 麻煩你去抹一盒 快點, 謝謝, 錯過 放心, 阿昆 我是清白的, 無論如何都清白 警察不會誣人的, 當然 我希望你也未必會見 我聽到你會見過 我都會受不了 算是想報aque 我都會想報予我 證明你會見嗎 我都會想報 隨時可以 那些證物房都燒光了 初步估計, 這半年所做的證物 全部燒光了 歐Sir, 之前掌典命的機師 而中的DNA報告 和成天才頭髮的DNA報告 都在那裡嗎? 這些檔案都燒光了 有會這麼巧合的 我們剛剛想查成天才 就把他的證物剛剛燒光了 你說怎麼樣? 玩手是紅鷹水的那班人搞的 行個安, 我也是這麼想 但是沒有證沒有據, 可以做到什麼? 你真是頂氣了 那怎麼樣?有個想法磨充你怎麼走出去? 那有什麼辦法?阿鼎爺 現在所有證據都燒光了 那我們可以做什麼? 就只好按照規矩做事 大冰, 弄買手作放任吧 你去, 我不去 是, Sir 他說不用怕, 警察做事要講規矩 我們做事就不用講規矩的吧? 財哥真是吃腦 當初那些警察拿你的DNA去驗 你這麼順滩, 真是嚇我一跳 原來你早就想好了 一把火燒了我發正部 好吧, 驗? 大小驗吧 不過這次又是新的Tiger 是嗎? 哪個身份, 卓哥 對了, 程鋒這案子有什麼新信息? 聽警察說, 他的車子就拿上來了 但找不到他的屍體 現在列為失蹤 卓哥, 程鋒這傢伙會不會真的這麼大命 這樣也被他炸掉? 我曾經說過 要程鋒死也死得不安心 你以為他有沒有這麼大命? 他怎麼走? 怎樣?小心 三軟, 有消息 甚麼? 西館那邊有沒有消息? 還有嗎? 有沒有消息? 來吧, 再找找找 大娘, 你放心吧 我們暈倒的火已經發散了 小陽陽去暈倒了 都暈倒了一天一夜 是回來的,都回來了 真的沒用,生日就變死了 陳家婆婆,你別說這種話 阿楓沒事的 你見不見今早我們求了一支籤 挺好,他說阿楓一定會回來的 那支是鬍莫無揚 要發配邊歌,哪天還有得做 餓死也凍死 不會的,蘇武牧羊發配十九年 都沒有死,他會回來的 是呀…沒事的 是呀,回來還做了大官 守得雲海見月明,是嗎? 是呀 婆婆,你別這麼擔心 阿楓不會扔下我們 阿楓應該沒事的 這次辛苦你了 傻丫頭,我們都是家人嘛 說這種話 本來你今晚可以開開心心 和SUNY在美國註冊 現在搞成這樣 這種環境還去什麼? 那SUNY在那邊 我來吧 媽,怎麼樣? 真的不會是拉斯維加斯來嗎 現在弄行社員出事了,少生走不開 我沒有在這個時候逼她過去的 是嗎? 我也明白, 不過難得你結婚 自己已經籌備好了, 但是… 難道這件事叫好事多磨? 傻了, 媽媽 我們現在延期又不是不結婚? 說話是這麼說 但難得約了親戚 在美國那裡含含出席你的婚禮 我們十幾年沒見過了 不, 你打電話告訴我 延期, 人家都去世了怎麼辦? 謝謝 Sanley, 不好意思 我想我們的婚期真的會延遲 我明白的, 坦白說 就算現在你找到我飛去結婚 我也不想 阿楓是你的家人, 亦真是我的家人 他的事我們怎麼可以不管? 謝謝你 不如這樣吧, 我替你回去燒假 也能早點幫忙 找到多攸關阿楓的線索 也能早點破案 Sanley, 你這麼體諒我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好 別傻了, 我就是你老婆了 只要快點找到阿楓 我們去找你早點結婚吧 別這麼擔心 進室, 早安 早安 你回來了, 做到踢腳了 怎麼樣? 怎麼樣?請Sir的案件有什麼進展? 我們在現場發現 他的車根本沒有開事 而且是外面 可疑肯定是被人強硬推進去 那豈不是謀殺案? 有可能 你看 請Sir的車子我們進行處理過之下 再用發光案測試 發現車洞裡有很多血跡 師傅和地毯全部都在血 如果沒有估計錯的話 這個人出血這麼多 肯定阿楓推進海之前 已經處於一個氛圍狀態 那他的生存機會不太低 還有估計呢, 低於一成 那是否肯定他是請Sir? 我們沒有請Sir的DNA紀錄 只要做一個親子鑑定 把這個車上的血液DNA 加上陳先生的DNA 如果跟他女兒莎莎的DNA吻合的話 那就可以肯定 這些血液是請Sir的 劍叔, 我親子鑑定讓我們做 我想做快結果 好的 兢爺, 叫我們來什麼事? 是不是有我們有封的消息? 是不是? 幹嘛不說話? 翻滑, 說話吧 兢爺, 究竟有什麼事?說吧 你說吧, 兢爺 程師奶奶, 對不起 法政科那邊做了DNA測試 證實車上的他即是請Sir 不是吧? 那…那些血是阿楓嗎? 照樣推斷 如果請Sir流了那麼多血 而又失救的話 他可能已經死了 死了? 不會的 阿楓, 會不會死的… 是, 阿楓, 把手拿下來 來, 坐下 你沒事的? 我們已經問過天文台和海事處了 今天的天氣, 風速和水流 和當日請Sir的車墮海時的情緒 是, 阿楓 這裡就是正常的車多於當海的地點 而浮波就像正常當日一樣 然後水流一直流 而他停下來的地方 也有可能是正常停下來的地方 海邊這麼寬, 水流這麼難預測 我們怎麼才能追蹤浮波 我們在浮波上安裝了追蹤器 去到哪兒, 我們能夠追蹤 這個方法是否真的行得通的 我們照顧一宗浮屍發現案 也是有這樣的方法 去追溯他的意思源頭 我想這個去向請Sir 或者他的屍體的最好方法 阿楓, 阿楓, 阿楓 你陪我們先, 我和劍叔再回去做事 謝謝劍叔, 快給你電話 阿楓, 阿楓, 你回來了 三元, 阿楓 拋個西瓜到海了 阿楓 很多在海出了事的人 阿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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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拋個西瓜 下海的招魂 那這條絲很快就會復上來了 阿楓 阿楓還沒死 你回來了 他不會扔下我 如果阿楓還沒死 我做媽媽的, 沒了一條命的兒子 待會奶奶我不傷心 既然這麼多人 連一點小錢都沒有, 無論如何 阿楓, 阿楓, 如果你是死了 你也放我的事出來 讓阿楓幫你入土為安 別做了無珠姑魂 阿楓, 阿楓, 你回來了 阿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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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楓, 別去那麼久了, 快回來 三元和他兒子倆在等你 快來吧, 阿楓 阿楓 阿楓, 阿楓, 你回來了, 阿楓 三元 你怎麼樣? 沒事, 還說沒事, 你面子這麼差 就是了, 不要在了, 回家休息一會 不用了, 我看著奶奶他們 三元, 你還是先回去吧 是呀, 燕威姐有我們看著就行了 是呀 走吧 阿楓, 你回來了 阿楓, 你回來了 阿楓, 看著我 怎麼樣?媽媽, 趕快找到爸爸 不好意思, 我們已經盡力了 為何找了那麼久也找不到 我很想念爸爸 阿楓, 阿楓, 你乖 爸爸一定會回來, 他不會有事 你趕快進去做好飯 我先看 送一碗水給你, 好嗎? 不用了 阿楓, 其實我沒事了 阿楓, 先走了 我答應過小生照顧你和莎莎 真的沒事 你讓我留下, 你知道我早早都不安排 你怕不會有事 你不會有事 你自己是在家里 我會不會還有 你自己假的 我真的敦慕你 我會有事 你會不會有事 我會想 implementation 我會想的 老公, 我很擱著你 你回家死了 你回家死了 三月, 我傷得很辛苦 我死傷了 但連我也不信阿楓被死 我身處不住 阿楓, 我等待我 阿楓, 阿楓 阿楓, 阿楓 阿楓, 我等待我 阿楓 小心 早安 買早餐給你們吃, 你沒吃東西 森蓮呢? 還睡著 對不起 你不舒服? 沒幾聲咳嗽 阿楓來了 三月, 睡醒了? 是 沒事吧? 沒事, 睡醒了好多了 阿楓陪了我一整晚 你給我送她回家休息吧 不用了, 我留在這裡陪你 沒事 我叫阿楓上來陪三元 先吃早餐吧, 我送你回去黑鎮 阿楓也好 我看你真的熬病了 你送我回去後, 我快點休息 好 是誰? 阿楓 行, 我馬上來 什麼事? 阿楓說我昨天丟下海的浮波 現在飄到了岸, 幫你看看 你現在找不找得住? 找不找也會去的 我送你回去 我和你一起去 阿楓, 阿楓 阿楓 陳Sir, 怎麼回事? 浮波就是跟著水流 衝到這個沙灘 發正部那邊分析過天文頭的材料 說這幾個天氣和水流差不多 清水大有可能飄到這裡 還有其他新發言嗎? 暫時還沒有 搜查是他和水鬼都在做事 我去說什麼 我陪你, 我先過去 在那裡 小心 小心 芳芳 你在哪裡 有嗎? 阿楓 找不到 阿楓 找不到 找不到 這裡風大, 回去等消息吧 我不回事 我答應過三月 我一定要找回阿楓 你發高燒 如果連你都想, 誰會找阿楓 我沒事 聽著, 你要回去 馬上回去 馬上回去 回去吧 怎麼樣?覺得暖了嗎? 阿楓 阿楓 還好像尖寒尖寒冷 你的手還是很冷 我再加一瓶尖給你 阿楓 會不會暖一點? 那就好了, 一起走吧 我一起走 我還看不見 你去看不見 我去看不見 我肯定在你身上, 有甚麼需要呢 你吹香它吧 吹香它, 我就在你面前出現了 吹香它, 這是甚麼 陳小生, 秘製錦霧茶 秘方就是兩包小盒茶 濫蔥茶, 神曲茶 嘉薑, 沖完再焗, 喝完即好 看熱了 這是甚麼 兩盒小盒茶, 再加冉蔥茶 再加神蔥茶, 再加薑 沖完再焗的陳小生秘製錦霧茶 包你喝完藥都餅乾脆 真棒, 還記得 以前所有的東西我都不會忘記 又是太多, 再加薑 已經是太多, 再加薑 再加薑, 再加薑 有失誤, 再加薑 燈水, 再加薑 點水, 再加薑 油嗎? 雖然有水, 再加薑 燈水, 再加薑 水? 再加薑 燈水, 再加薑 一火鍋, 燈水 是水? 燈水 可以? 燈水 燈水, 燈水 燈水, 燈水 Sully 來了就好了,我先走了 謝謝你,別這麼說 我照顧他,再見… 阿芝你走了,你怎麼樣? 怎麼樣?我睡得多了 我煮白粥和買藥 你只會吃完粥,吃藥吧 不用了,我剛才沖了熱水涼 出了身汗,我睡一覺沒事了 那好,你睡吧 睡上,我煮熱點粥給你送 謝謝 蓋住肩膀,別動了 你們真是有心,特意上來探望我們 你們別這麼客氣,我們應該的 這兩天有什麼消息? 沒有,一點消息都沒有 好,為甚麼奶奶 奶奶,別這樣 對了,別這樣,請上來這麼好人 好人一定有好報 我想他一定沒事,你們別這麼擔心 看就這樣看,如果他真的沒事 怎麼一點消息都沒有 各位觀眾 我們今天很榮幸請到 神機未算的奇人,任重遠上司 任上司,很感謝你接受我的訪問 不用客氣 阿芯,你認不認得他? 認得,上次那個上司 是呀 是誰? 這個上司很靈驗 上次阿芯犯了官非,也有他幫他化解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上次我聽過他的指示,他擺了個陣子 結果我的官非真的沒事 是呀,他看了阿芯一眼 就把他前生的東西都批出來了 這麼厲害? 是呀,為甚麼我不想起呢? 不如你們去問問他 看看程Sir現在在哪裡也好 三元,不如我們去試試吧 Karen 謝謝… 謝謝 上司知道你的情緒很緊急 所以分配了我 你們一來就開始請你進去 謝謝… 我今天請問你,要你把你的情緒說給上司聽 我沒說到,我只是訊號程先生的名字 和時辰八字而已 真漂亮 進去… 進去… 優姐,他命中注定有兩字一旅 可惜有一個過不了五歲 是呀… 對了,那阿楓是生是死 上司,麻煩你幫他算一下 剛才我也算過,算不了 連上司你也算不了? 那怎麼辦? 不用擔心,我去問師傅 我去問師傅 放心,你要找的人尚在人間 真的? 小心看我 阿楓 怎麼了? 在做什麼? 在做什麼? 為何掛了這麼多東西在廳裡? 任上司說的 如果我們把這個陣子 就可以補我們家宅平安,逢空化吉 上司還說阿楓還沒死 只要我們擺好這個陣子 再誠心一點,做多點法事 阿楓真的會平安回來的 這個任上司信不信得過? 他很信得過的 他很漂亮 他經常有雜誌訪問他 你看看 看他的樣子我沒靠得住 別胡說 任上司是世外高人 如果你得罪他 馬上無法封回來,我為你示問 對,上司真的信得過 他幫我們做這麼多事 都是像精釋的收回一封利是仔 要不然只有Maggie介紹 我們真的沒有覆蓬見到他 是呀 三元… 連你都相信嗎? 如果這樣可以幫助阿楓,我真的很願意這樣做 我覺得阿楓還沒死的,他一定會回來 阿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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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電影是你上次留在我家裡的 其實你不用特地拿給我 坦白說,我真的不太懂得看 我覺得適合你多點 就當時我送給你吧 阿楓 其實我真的想了很久 我還有很想念你 我沒給我一次機會 我上次跟你說的話不是一時衝動 我是經過心思效率的 我覺得我們適合做朋友多點 真的沒有安全嗎? 我需要的人不是你 現在這樣對大家都有好處 你是不是還顧著親上呢? 他就結婚了 我知道 跟你一樣,我想做朋友而已 不好意思,我說著做事 不理你,再見 再見 請假的 小生以前我女朋友還是喜歡她的嗎? 小生這麼好,難怪也怪我 你還對她說好話? 你姻著沒了自己的未來的老公 不可以的,在看緊一點 你讓她多見兩個人舊情伏刺 媽媽, 額著不是那些 會搶男朋友或是老公的人 是, 就算你相信她兩個人也好 但自己的男人自己要照顧 男人的缺點要麼是長情 要麼是心軟 你們還沒結婚, 大家還可以選擇 女兒, 我知道你很喜歡小新格 我也不想沒小新格這麼好的女婿 幸福這件事一定要自己把握 我叫你知不知道 媽媽, 你放心吧 我也很難受一個自己喜歡的人 我不會這麼容易放棄, 我知道怎麼做 剛才三元和珊珊都喜歡喝那種 微樓發菜湯 不如我明天煮給她喝吧 好 你別這麼擔心 三元的情緒已經好多了 三元的情緒我最清楚 她越是假裝沒事沒說, 我越擔心 你說大家來時有一天找到阿楓的屍 我真的怕三元控制不了 那倒是, 不見了我老公 三元已經算很堅強 如果給了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小新, 你會有一天丟下我, 不顧而去 怎麼會無緣無故丟下你 我們快要結婚了, 怎麼會不理你 除非你拼我 當然不會, 你這麼疼我 你踢我也不走 你是一個球嗎?踢你 是呀, 我在二妹姐家裡 看到上次家裡扔掉那盒東西 我知道, 你別誤會 我不是要怪你 我問二妹姐才知道 盒子裡有隻金雞 對來說是很有紀念價值的 她跟我說 我這隻金雞的大哥送給你的禮物 我不知道我叫你扔掉是有不對的 其實我也有點不對 我應該替你交代清楚 不要緊, 不如這樣 你把金雞送給我 有我想把你覺得最重要的東西 留在我身邊 你很喜歡這隻金雞嗎? 如果你不想, 當我沒說過 好, 就當你沒說過 說笑而已, 我們都結婚了 我的就是你 我怎會不捨得這隻金雞? 我都說你最疼我的, 謝謝 表哥, 就是他們夾走財科 我知道, 你倆上次綁了財票 只不過是跟財做上大龍鳳 既然你們倆現在有著草被警察 倒不如過來幫我 把這件事告訴警察 我鬼黃標不會難為你們 那有什麼好處? 好處? 好, 你這裡有夠錢 你們拿去慢慢洗著吧 阿財的為人心狠手難 說不定到時殺人滅口 況且假綁票的罪名就不會很大 事成之後 我每人給你們五十萬做安家費 怎麼樣? 好, 多謝了, 表哥 別亂來, 表哥 表哥, 自己憂慮得多 你哪有遮擋龍頭 我來得及我 經初報調查, 他們全都是中槍而死的 現場的環境換部子彈洞 他們手上各個拿著鼓器曾經開過槍 看來曾經發生劇的槍戰 他們好像互相仇殺一樣 阿財, 鬼王彼也想不到 照現場環境看九成九的黑幫仇賺 找人的成才回來 是, Sir 這些全都是表哥的伙計來的 Sir, 這個認得 這個是其中一個綁走我的綁匪 這個是綁走你的綁匪? 沒錯, 他化了魂也認得他 為何鬼王彼會和他們在一起? 這層我不清楚了 Sir, 我想你們是警察那裡的資料 彪哥一向都不太討厭我 做公司主任這個位置 至於他會不會夾起奇兵綁我 我真是不清楚了 你發瘋了 鬼王彼如果夾起他們兩個綁走你 他們會抱著一起死? 讓你做這麼久做散仔 這些事當然是警方會做的 不過我想你們不會排除一個可能性 就是分裝不暈打起來的 三月, 這些事是警察留下的 現在法證科那邊做了鑑證 決定暫時交給你保管 這裡有一張列表 你對著對抗也不少 有幾千元現金 有一張常用卡 新聞證 有用銀包 還有一個吊帳 有用銀包 小心, 我有手未跟著 你先送三文回去 有問題你還要叫律師 我知道, 我會盡回市民集 程太太, 在這裡見到你真好 我想向你道歉多謝 如果這次不是因為程Sir 我可能已經滿了 你看程Sir幾次出品 我想親自送他一程 你把完口供給你走 這麼多事都說不定嗎? 對了, 好像還沒找到程Sir的屍 我想已經空虎吉小了 你知我可以須什麼程太太 你到底在幹什麼? 不要害我 不要殺我, 媽 你不要殺我 我老婆是誰害死的 程先生, 要不要控告我 不要殺我 你不要殺我, 程師姐 不要殺我… 三文, 你聽著 你一定要堅持下去 我們就算多辛苦也好 都會找回阿楓的, 知道嗎? 程展才說, 程Sir救他的時候 被綁匪打傷, 拾棕 這樣整件事是程展才自編自道自義 在玩失蹤的時候 他需要請純一家人去玩捕獲 而鬼王彪就趁這個機會 想為了紅衣的主持人 坐在龍頭這個位置 哪有這麼容易讓出來 現在外面的老家全都知道 程展才和鬼王彪是撐到行的 現在程展才藉著這個機會 想把所有東西都推給鬼王彪 眼睛真空擺眼前 怎麼沒有證據呢? 這麼多內據不合, 真是沒有天理 全部都在這裡 柯Sir… 報告剛剛出了 在現場找到一個斷子和碎骨 已經證實被利器所斬斷 空氣很有可能是枯頭子裡的東西 那豈不是找到空氣 就有新的線索嗎? 可以這麼說 財哥真是高, 一知道就搞定了鬼王彪 還搞了那些警察妥妥令 說被人綁架 就把事情推得一乾二淨 好了, 現在程鋒也死了 財哥是龍頭就是龍頭 預祝我們紅衣以後順風順水 可惜Wing不在我身邊 其實這些事, 他可以和我一起分享 一天是個死警察 要不是死警察, 甚麼事都不會發生 結婚紀念日 我想和Wing聊天而已 那些死警察都要騷擾我們 弄得睡覺骯髒膽 俊哥, 麻煩你幫我找個地方 我不想Wing再被人騷擾 好, 有個上司叫任重遠 聽說道行挺高的 很多名人富商找他看風水 不如就找他幫Wing找個風水地 那你盡快約他 多多錢都肯花了 最重要的是讓Wing住舒服 怎麼了?二妹姐, 又去找個上司嗎 是呀, 那個任上司說跟我們有緣 所以肯答應跟我們做法事 跟阿福作福 阿楓就很快可以回來 作福?外面很多江湖術士騙神騙鬼 你們忍著被人騙 你當我是誰? 深水妹二妹姐又誰敢騙我 這個任上司跟外面的江湖術士是不同的 你知道我們之前去找他 他也沒有讓我們付錢 他叫我們隨便封禮事而已 你怎麼樣? 那封禮事就是要錢 那作福要多少錢? 不是很多 最重要是找得上的人 花多少錢也好 錢是新外物 最重要是人沒事 比現在還好, 一點消息都沒有 都不知道他是生是死 是新外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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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這麼交關要賠罪這麼嚴重? 答應我, 待會你聽到什麼 你也不要勞氣 一定要冷靜, 不要猛我 你說 應該這麼說 應該這麼說 早幾天, 我看你金雞花了 打算我在金行裡叫他替我補回 誰知師父的手勢不好 把金雞越補越和 搞得金雞不像金雞 他說叫我融化去做別的事 我就拿了主意 對不起, 小生 你怎麼搞的? 你問也不問我就把金雞搞成這樣 你知不知道金雞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 我知道, 就是金雞來的出學堂 你以為我送給你第一件禮物 它有幾乎價值 對不起, 小生 是我不好 我做什麼都做得不好 你不開心 你不要生氣 你不要不說話 你不說話我還害怕 你覺得我不好, 我不適合你罵我 我真的不想這樣 我去對我心裡的燃燃 幫我上將來那麼雞, 補回我 好像身體一樣, 讓你開心一樣 對不起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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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那麼想的 哭… 哭得哭不開, 算了… 你答應我, 你不要生氣 吃一點, 一起吃 冷了, 我不如煮燙了 好… 酒吧… … 雞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